一场日数疗愈的活动 让人们可以在照镜子的同时 在镜子上面画自己的脸 然后我们更换了很多的地点 然后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反射材料 采访了近100位不同国家的人 住在当地的人 然后得到了一张张 也许他们的画工并不精湛 但是很饱含情绪的作品 我们想将这些情绪展示出来 让人们去思考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然后因为许多研究表明 照镜子是一个通常是让人感到放松的过程 他们可能会暂时忘记烦恼远离复杂的社会关系 而且人在照镜子的时候 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 认识到镜子反射出的人就是自己 让观众照镜子在镜子上画自己的过程 就是他们静下心来专心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我的主题是像素化 灵感来源于举脸的时候 陌生人对我的注视 使我产生隐藏自己的想法 这个项目我尝试了不同的材料 Glitch的效果是模拟陌生人的目光 将我的脸切碎 海报的文字来源于一篇文章 讲述人们对抗监控 我提取了文字是来源于这篇文章 然后将自己隐藏在文字之后 最后是我切割了几千刀的木板 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做的是女书字体为背景的 然后结合一些中国元素 做了面部饰品和面部装饰 就是想要展现一些小众审美的 突出小众审美的面部特征 给女性一些力量 这个项目主要是我关于 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探索和开端 其实因为在这个项目中 我通过前期的这些就是行为艺术 然后就是通过让观众参与对我的评价 让我加深对于社会对女性期待的这么一个感受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探索我自己是否有能力 去与这些社会期待所亢 以及手工书的话 我通过烧毁小时候的一些照片 也是说对于我是否有这个勇气 真的去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 去生活的一个这么一个探索 然后最终这个项目的最终 我发现 my other is yes 我会继续地去生活 我会继续地去做什么 我会继续地去做什么 我认为我会继续地去做什么 我认为我们不停地去做什么 我们的身体移动,我们的身体移动,你们的身体移动即可 我们的身体移动。其实我们的身体移动。 我们要注意这里并存细地。 我们的身体移动, love to,我们来往来地牙移动。 我们要保持它们和我们稍maan地移动在一个刻。 在时间上因为这些是逆流的时刻 我们常常常遇见如果我们远远过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做了我的身体的线 和其中的空间的空间 并且永远地并且并且称为 他们的并且称为他们进入空间 我这个项目是做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行为艺术 就是找别人来 第三个就是我会找其他的艺术家来跟我合作 去做一个行为艺术 比如说像服装 服装设计师会在现场给我做一个立体裁剪 然后呢又可以让人来画我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因为现在人类的一个法国课 是什么科学家发现人类的 而且这个是发生在那个互联网清潮之后的一个事情 就现在有更多的科技代替人脑一些功能去发挥作用 然后这样以后人的智商平均智商在长期的这种影响下会越来越低 然后就会需要更多的科技去支持提升他们能力 然后但这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所有的科技这种东西都是用了类似的 或相同的代码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但是人他应该是有个人色彩 现在人依靠科技太多这种情况 这个项目主要是讲到大数据时刻在监测人类 然而我们无法控制它 这个装置生物的原型其实是科苏鲁 因为我从一些调研中了解到在启蒙运动失败后 人们意识到他们无法完全认知到宇宙太渺小了 所以我就用科苏鲁来比喻了大数据 但是我同时也希望它是模棱两可的 就像大数据它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所以我创造了这个叫I.O.的生物 I等于Eat I等于Observe 这部短片讲的是一个颓废的女孩 她的状态很糟糕 因为她画不好画 然后所以暴食 然后阿克苏鲁 I.O.他喜欢附身与意识薄弱的人 所以她就选择了我 然后这就是一连创的故事 因为一开始我的灵感来源于那种 就是实体上的那种死亡标签 然后呢我就开始 就是我想在身边的那些物体上 就是让他们有一种很creepy的那种死亡的感觉 我的项目一开始做的时候 然后是从社交媒体入手 然后我只是觉得社交媒体和现实空间会比较 比较割裂 还进去就是说 这个项目做到现在 等于说是我在想通过我的项目来 反思社交媒体 就是个人和社交媒体的一些割裂的行为 包括我们想说什么并不能说出来 然后包括以至于现在的疫情啊 很多事情都是有言论自由所引发的 其实如果言论没有这么封闭的话 我们事情也不至于严禁于此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做项目最后的目的 想让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现实生活 社交媒体上是可以发现这种内容的 这是一个系统 AI系统生成的人脸 然后我就是把我自己的照片上传到那个系统之后 它生成的 然后我再把这个脸打印下来 然后敷到我的脸上 然后继续拍照 然后再传到那个系统上面 然后就一直重复这个过程 然后这些脸都是它生成的就是图像 关于研究人类视角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移动了 就是正在直播的一场足球比赛的摄像头 然后是那个镜头 不再跟随着运动员 而是跟随着运动员身后的草坪 像草坪这一类东西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会把它当作背景版不太注意的东西 然后从这个点出发 然后做了一系列关于人类视角的研究 当然是还是以草为主角 最后生成了一种 类似于无效视角的一种材质 我这个是一个行天的套照 也就是拍了 我做的是一套行天的这个故事 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 想把行天的这种复服书的精神 然后引入到现实世界当中 然后我做了这套衣服之后 还拍了一个视频 讲述的是设计师和甲方之间的战斗 就是设计师以一种行天 这种复服书的精神 来应对现在这种非常激烈的工作环境 简单来说 她是一个患者 患了一种叫做 就是我也说不太清楚那种具体的病症 她是一种小鸡刚出生 刚开眼会看上她第一个认识的物体 并称之为妈妈 当然她 我把这个行为 这个效应导致到一个人身上 久而久之她这样的效应 导致她别人会对她有些排斥 然后第二章 就是这个视频的故事 就是讲述了她进入到了一个 你与我之处的这么一个世界里 她不是真实的世界 也不存在于物理的一些法则 所有的人 所有的角色在这里 有可能是真实的 有可能是她的记忆 也有可能是一部分的她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 反射到一个个人身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顶着不一样的发型 但是同一张脸 对 然后总共是分三张 分别是英雄 妄想家和摇滚家 它分别对应了这个主角 她短短的人生中 所体验到 所想要成为的一个人 然后逐渐的 你可以看到她这个欲望的 欲值会逐渐下降 逐渐的减少 但是她发现 她还是始终成为不了 比较容易成为的那个角色 眼睛是上帝的最孤独的造物 因为她不能认识到 五官的其他部分 她只能认识到她自己 就连另一个眼睛 其他部分她都是被排除在外 她只能体验 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直到她死亡 所以我们就想 一开始做一个动画 就是讲这个Lonely Eye 它由于 这个Lonely Creation 由于感到孤独 然后跳出眼光去寻找 可能能不能得到一些回应 或者是同伴的故事 当然是 在这相当于一个失败之旅吧 就是她一直得到的是无视 也不是拒绝吧 就因为其他的五官 包括另一个眼睛 都是没有回应她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 用这个投影 就是想把它跟现实世界 产生一些联系 就是一个观察者 装饰者 就是你在观察他 但是他也同时在观察你 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对 就是这样子 这一项目就是关于我在伦敦 进行一些 Urban hiking的一个记录 然后我所有的地点都是邀请路人来为我选择的 然后我在城市里面 徒步呢 就是会有一些很3D的地形 比如说城市里面有一些DLR在就是天上 然后有的地铁就是在地下 所以这个整个徒步地形是3D的 然后所以我用这个铁链织了一个三个layer的地图 对 然后我整个项目就是最终的呈现就是做关于我自己徒步路线的一个地图 世界地方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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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香 全新的字型 抛容 我是甚麼事 是羅斯雅寧 不知道 是羅斯雅寧 我知道 是羅斯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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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